你要不要我帮你解决你眼下最头疼的问题 什么意思 接了我给你的合同 明天下午之前可以收到四百万 您可以把你那个项目的前期管付了 月亮 你也过了做陪伴生意的年纪啊 把话说清楚 我要你把你自己抵押给我 我可没这么便宜啊 我不知道您打什么主意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放我下车 你都不看看合同 你怎么知道不知好事啊 你银行的抵押贷款不是办不下来吗 不如把土地抵押给我 你为什么突然帮我 你不是挺恨我的吗 我一直等你有求于我的那一天 这感觉还真不错 幼稚 你王哥成熟稳重 关键时刻 怎么不见他帮你啊 我没有找他 我自己能解决 你的提议让我考虑考虑吧 考虑什么 跑害你 害我 你还没那个指声吗 你一定会先的 我只不过 让你陪我出席一个宴会 什么宴会 我爸公司的周年庆 这不算过分吧 好 我去 月呀 我就看看 你究竟想干什么 水千城作品 针锋对决 第七集 你在门口干什么 等父母 你觉得可能吗 那进去吧 月阳 你叫了女朋友来 是啊 那你干嘛还叫 算了 顾总 不会是在吃醋吧 怎么会呢 哪跟哪儿呢 顾总应该充分理解我 我不带年轻漂亮的女朋友 难道我搂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进场 你当然不会这么做 那有了女朋友 还来超市我这种老男人 以后可不可以也不要走 你能结婚 还能跟前妻没两眼去 我为什么不能交女朋友 你交不交女朋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来放我 顾总你好 又见面了 是啊 刘小姐今天真漂亮 我们进去吧 派美晚上还真要点冷呢 走吧顾总 前一晚紧跟我 可别走丢了 吴总好 吴总好 袁董好 袁阳 你 你这是故意的 哼哼 爸 妈 对于我们现在的状态 你们还满意吗 哼 哎呀 顾总 好久不见了 我还以为 你不敢在我面前出现呢 这个不敢 从何说起 顾总言而无信 一般人都该觉得无言以对了 我怎么也要无信呢 你说你跟袁阳没有交集 这段时间却一直有往来 没错吧 你看不住自己的儿子 他自己老往这边凑 快得了谁啊 哼 顾总 你这么咄咄逼人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顾总 不瞒您说 我对你们袁家人的骚扰 实在是不胜气烦 如果您能看出袁阳 让他不再来骚扰 我将感激不尽 顾清陪 做什么 跟我出去 上车 不是 上车 我带你来 不是让你当着我父母面 恶心我的 那你什么目的 当你父母的面秀恩爱吧 顾清陪 我对您已经够宽容了 你要是再敢刺激我 后果你自己承担 什么后果 说来听听 去工体工体房子 去那干什么 我今天啊 要把你草荫过去 哼 我倒是想看看 等你被干得只会叫唤的时候 还能不能说出那些难听的话 我哪里说的难听 我说的有错吗 你说的哪一点跟我错 是 是我原样非要纠缠的 我爹妈都看不住我自己 这些人 你很得意吧 啊 顾清卫 你一直都很得意吧 我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们原家人对我做的学 够恶心一辈子 那你也不应该在我父母前说这件 原样不要胡闹了 你干嘛 你除了会来硬还能干什么 我还能让你主动摊着屁股 往我身上靠 顾总前身上下啊 偷出了敏感 舔你这里 你头能有反应 原样 你要做就赶紧做 否则别放开了 顾总啊 就当这是你了解吧 你今天如果想射出来 只能是被我插射了 颜颜 别得寸前置 把我手松开 不想 我要看着你 只能被我干屁股 也能射出来 就像从前那样 还是真急 这里要别多 有别人碰过这里吗 有没有 究竟有没有 杀肥了 说话 重心了 你把别人插进过来 哎 应该没有吧 这么紧 再说 有人能满足你吗 有还是没有 说话 没好像不知道 我总脱了衣服 在男人身下 这么淫荡的一副样子 你这里 只有我能操 懂吗 嗯 说话 没有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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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我的问题 关你屁肆 你不回答啊 我就这样干你一个晚上 我有的是铁铁 操到实际 操到你生不出来 快说 究竟有没有人伤过你 有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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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操 啊 没有 啊 哼 啊 哼 他只要像成这样 啊 怎么还没舍呢 啊 是不是我杀的不够啊 明天是你不信 看来是我没伺候好吗 鸢鸯如一头发情的野兽 不知疲倦地在他的雌兽身上宣泄着最原始的欲望 顾青培在这场性质里几度昏迷几度清醒 随着鸢鸯的疯狂而浮浮沉沉沉溺在遇害中无法自拔 他身体里却有个声音在叫嚣着 这是他想要的 这才是他想要的 顾青培醒来的时候骨头简直要散架了 他睁开腹肿的眼皮看了看窗外 看到鸢鸯起床打开水龙头洗手 顾青培的心里被搅得乱七八糟的 你在干什么 果然只有把你干舒服了 你才会老实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给我谢了火 早知道你会这么安分 我应该早一点去把你拔光了 你愿意伺候我 我笑那就是了 一般花钱也找不着你这样了 你是不是在新加坡买过男人啊 怪你什么事 昨天看到刘子文 你是不是吃醋了 云阳 你有点自知之明好吗 我吃什么醋了 哼 两年了啊 顾总还真是什么都没变 脱了裤子随便走啊 穿上裤子 立刻就变脸 难道你想要我跟你睡一觉 就对你百依百顺 脑子是进水的吧 哼哼 不愧是顾星培 真没让我失望 你也没让我失望 一手牵着女朋友 一手还把我带到床上 哼 顾星培 你这张嘴 我早晚会给你赌人似的 我衣服呢 洗衣机里呢 借我一套衣服 我还没说你能走 怎么 又要把我关起 我要跟你谈谈 那四百万的事情 你说 我要做我爸公司的大股东 什么 你现在手上啊 有两千多么跌 至少可以充滴百分之二十 再加上我这边的出资 就能够控股 你跟我合作吧 合同啊就在这儿吧 你找签了 你要的四百万 下午就能到账 你为什么找我合作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说清楚一点 我想和你一起空股 我爸一手弄出来的产业 你说是为了什么 元阳 说清楚 如果你连这个都想不通了 那你就不要知道了 好吧 你说的事情 我要做个调查 要做多久的调查 一个月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元阳 这事太草善 我不能马上答应 你不相信我 是吗 你觉得我会坑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找我合作的原因 这他妈有什么难猜的 啊 我想让你跟着我挣钱 我他妈看你四处 抽钱融资的窝囊样 就来气 不然我认识那么多 实力雄和的大老板 为什么偏偏找上你这个 名不经传的小公司 元阳 你还喜欢我 你还喜欢我 我没知道 包厂说 你年底要订婚 哼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别管我 你发烧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给我倒一杯水 好 我去 记得我第一次 一眼 算了 你刚说的合作 我会认真考虑的 这个时候还想什么工作啊 最烦你了 好像要工作不要命是哪 你最多供你和你爸妈三张嘴 你需要多少钱 钱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你不懂 其实 你要是一直这样挺好的 你知道吗 你清醒的时候 带他们这儿喝了 我看到你 就会想起来 你当初是怎么抛弃我 睡一会儿 嗯 睡吧 来 该好 扶顾青培上了床 袁阳去浴室洗了个澡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接着又把顾青培家里收拾了 等他忙完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顾青培醒醒 对啊 吃点东西再睡 几点了 别管这个了啊 你感觉好点没有 好像好一点了 喝点粥吧 我煮的 来 张嘴 味道还行吧 嗯 你呀 就喜欢这些家的东西的粥 你这样一个人过得舒服吧 生了病都没人照顾 我不用睡照顾 可不是 不是 我要上赶着想照顾你 你都不要 不是不要 什么 你带着 不是不要 那什么 睡吧 看到顾青培一副无助的样子 袁阳似乎一瞬间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喜欢顾青培 他喜欢顾青培从容征战商场时的英姿 他喜欢顾青培口若悬河时的睿智 但他更喜欢的 是顾青培区别于顾总的完全不同的样子 任何其他人都看不到 只有他才有机会碰触的脆弱 鸳掀起被子钻进了被窝 这一晚他俩相拥入眠 行了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昨天是你在照顾我 你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一点点 歇了 不客气 反正你发烧也是我做过头的 我要喝水 再给我弄点吃的 你喜欢我喜欢挺顺口啊 不是你说的吗 我身边你得负责 赶紧去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做完后 你也发烧了 我记得了 你不可能忘 我不会让你忘了的 别睡着啊 我吃肉饭 来 叔叔搞好 我还是起来刷牙吧 别起来了 你先来烧着吧 那我也得上厕所吧 我看你行动挺不方便的 用不用我给你拔尿啊 你不要去 怎么样站不稳吗 行了你 好 自己了 你跟我撑什么枪啊 你全身身下里点外外 哪个地方没看过呀 少把这个当情趣啊 别废话 赶紧出去 你傻呀 烧还没退洗什么澡啊 关门 冷死了 冷是应该的 你有没有点尝试啊 发烧了不能洗澡 不用着凉 身上捏 捏也得诊着 你病了不要紧 还得拖累我照顾你 谁让你照顾了 你现在就走啊 谁叫我倒霉 都说一日复起百人 我睡你那么久 总能看你烧成傻子呀 那你就别废话 哼 你要我干什么 你说狗的啊 我本来就输狗 你说我的烧会不会加重啊 多半会 给我吃点东西 不用你问 谁喜欢喂你 赶紧吃 别让老子在这一遍 关键时刻 你还有点用啊 你不是号称三次不烂之蛇吗 忽有谁你都不了 怎么对上我 就没一句好话呀 是啊 我也是 你把电脑给我吧 我查一下邮箱 不行 手机也行 拿了 你老是躺着 我真的有急事 你现在的事就是休息 你亲我一下 不是给你 你能正常见吗 你要不要手机 你过来 你怎么突然那么主动 让我报复你 你休息一会儿吧 不用看着我 睡不着了 让我摸摸你头 嗯 好像好了点 我得看着你 买得你乱动 上去睡你就睡 赶紧好起来 我这头还等着你出钱呢 顾清培又休息了一天 烧终于退了 回到公司后 顾清培把接下来的工作 进行了部署 不出顾清培意外 大家都同意了 袁阳提出的这项投资 袁阳 你说的项目 我上回同意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听说你要去上海 嗯 去上海干什么 是不是和王剑 是啊 不准去 你怎么又开始了 你凭什么对王剑那么好啊 因为他在最难的时候帮过 你知道什么是最难吗 就是两年前 你原家把我逼走的时候 你 我挂 顾清培 愤愤地挂了电话 生病期间 俩人之间 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气氛 好像一下荡然无存了 袁阳究竟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顾清培叹了口气 他实在不得而知 他实在不得而知 再没有比你更欠的了 这是这啥 也没有比你更能折探人 你 亲一下什么了 着性吗 我觉得你没气 行吗 送我回家 哎 你刚刚不是跟人约好了吗 今晚跟我一起吃饭吧 好吧 顾清培也没说什么 跟着袁阳进了餐馆 吃饭的时候 顾清培主动把话题带到了生意上 他知道 俩人只要一谈私人问题 保证掐起来没商量 银行应该能再下手前拨款 你的担保协议签了吗 没有 我明天就去跟中兴集团签协议 有他们的担保 银行那边会很快放贷的 你倒是有能难啊 让中兴集团给你担保贷款 我跟他们合作过 哪次都没让他们少赚 那就好 你高兴吗 高兴什么 这个项目如果成功了 会赚很多钱的 你会很高兴吧 为什么不高兴啊 那就好 袁阳 你究竟要说什么 你以前总嫌我让你心烦 给你添麻烦 现在总算能高兴回了吧 你以为你现在 就不让我心烦 没给我添麻烦了 不管怎么样 你却别让我高兴过 什么 没什么 顾星辈 本来这句话不想问你的 你以前心里有过我吗 你从来没说过 你问这个有什么意义 你不是恨我甩了你 你不是还打算结婚吗 还要给我发情帖吗 你在吃醋吗 这种无聊的话题 我不想继续 我还有个问题 你说 这两年 你想过吗 想过 想的是什么 想 想好的事情 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好的事情 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原阳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 他何尝不想在俩人重逢的瞬间 就把顾星辈紧紧抱在怀里 告诉他自己有多想他 可他能预料到自己得到的会是什么 他会得到跟两年多前一样的冷漠和拒绝 因为顾星辈对他已经 没别的意思了 王哥 找我什么事 星辈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跟元阳合作 是 我这里得到些消息 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袁立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搞定了中兴集团的高层 现在中兴集团 不肯跟元阳签担保协议 这个消息靠谱吗 靠不靠谱 你打个电话 问元阳不就知道了 他这两年跟自己星爹斗得上天如地的 北京城里没人不知道 元立江那边肯定是要抽钱的路子了 只要能拖延你们的付款 大股东的位子还是他的 王哥 你还知道什么 都告诉我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元阳的面子已经够大了 不过看来还是没比过他老子 我猜元立江就等着这一手了 等着元阳把以前都喜欢好 再让他尝尝 空白垂肠的滋味 静培 把股撤了吧 别跟他们参考了 我说就不好听呢 元阳想占大股东 又拿不出那么多钱 所以左手拉着一个小女朋友 右手拉一个女 三加一合作 正好能跟元立江杠上 咱们撇开利益不谈 你被元阳这么理由 自己不觉得难受吗 嗯 这件事情不能撇开利益谈 我们都是以利益为重 怎么好说被他利用了 你真是不想承认吧 静培 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元阳搂着要性老总的女儿 以连困的架势跟要性合作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人家说不定过不了多久 成一下子了 你在这里面算什么 我没想那么远 这点事怎么看 对我都是有利的 说来说去 不就是商业合作吗 哪来的感情问题 好吧 我只是希望你 不要在任何人身上摔干头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好 你打算怎么办 去找元阳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担保出了问题 究竟怎么回事 说清楚 是谁告诉你消息的 王庆 他挡着看我笑话吧 你现在还有心情想这些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有什么办法 没有 我现在还没想到 没办法 真是好答案 今天已经星期五了 我还有两天的时间 让我想想吧 我去开门了 爸 怎么 不能来吗 有事吗 难得来一次 就看到你们俩在一起 真巧啊 爸 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处处跟我作对 抢我的生意 挖我的墙角 究竟是图的什么 你是我儿子 难道这些以后不都是你的 我分析了一下 你是想证明自己比我强吗 您还是直说吧 找我什么事 岳阳 你有没有想过 顾青培对你的感情有几分 他为你做过什么 为了他跟我闹成这样 爸 我想最没资格议论这件事的人 就是你 好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跟你说正事 这次的项目你做不了了 中兴集团不会为你担保的 你拿不到那笔钱 要信就会跟着撤资 就凭你们 想让我让出大股东的位子 死了这条心吧 没到最后一刻 别把话说的太坏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会想是办法的 你别逞强了 有哪个公司 会在两天之内 决定给你担保这么大笔的贷款 现在闭着眼睛哥把钱偷给你的 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人 就是你老子我 不 还有一个 我给鸳鸯担保 好大的口气啊 你拿什么给他担保 我公司在北京 青岛 杭州都有效 足够为他担保 我倒是小看你了 我工作这么多年 有一些自己的积累 不奇怪吧 这些就是你全部身家了吧 一旦元阳还不上钱 就是你唠个倾家荡产 顾青北 你这么谨小慎微的人 愿意做这样的事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 好 我就看看你们星期一能不能弄出钱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从来没要求你为我担保 我们有共同利益 放屁 顾青北 顾青北 你说实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相信你能怀政情 我他们不想听这些 顾青北 我要听你说实话 你是为了我吗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他们说实话 我 咱们日三年了 我就要这句实话 你心里有过没有 有没有 有过 那你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要离开我 为什么要帮着王金对付我 你到底 你到底为什么 你以为我当初离开 是嫌你没本事 其实你能不能挣钱 不重要 我是个男人 不会养不起你 我为什么离开北京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是因为我爸对不对 我知道你顾起我爸 所以我这两年来一直在努力 刚刚我爸说的没错 我就是要比他强 我要让你回来那天 知道我比我爸强 让你可以安安心心留在我身边 我他们为了你句话 我什么都能喝出去 顾青北 为什么你不能为了我赌一回 月亮 我 你不准再走了 哪里都不准去 只要你点个头 我们什么都能扛过去 你说的好听 你都叫女朋友了 父母都见了 你吃醋了吧 我问你还不承认 他们说句实话能憋死你啊 我只是说一个事实 你确实 我知道了 刘思文爸妈生在闹离婚 他爸找个二男人 给他生了两儿子 他想为他妈 从他爸手里抢过来一些东西 所以我跟他合作 你敢再说一遍 你没吃醋 就这样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 别闹了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我去整理下文件 你银行那边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 别说了 我现在回公司 你看看 你能做什么 抓紧做 我现在就想跟你在一起 就想看着你 哪儿都不想去 咱们的事以后再说 我不管 我现在想不进去别的 我满脑子都是你 现在不是时候 咱们不是时候 我等这个时候都等了两年多了 我们现在是紧要关头 我也是紧要关头 这里是办公室 我知道 好地方 要做局快一点 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的事 比所有的事都重要多了 你都不知道 你走的时候 我有多难受 这两年我看着四家侦探 给我传过来的照片 我看得着摸不着 这是什么滋味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着你 你在照片里笑 我就恨得想删你嘴罢了 凭什么我这么难受 你他们还能笑 我到处找人借钱 把天津那个项目做下来 然后拼命工作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 我原样没有哪里比我近差 你要是跟着他不要我 你就是加了眼 原样 但是所有的事 都是我欠的 但我什么都愿意为你淡着 我怎么能撑走 原样 不要说这些了 你真的回来了 回来了 此时此刻追究当初谁欠谁谁负谁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意义的是 他们现在还能够真心的拥抱 两人开始不要命的缠绵 就好像要在一晚上 把过去的两年都捕回来以外 起床起床 快九点了 这么晚了 怎么不叫我 怕你累 你这个年纪啊 我什么年纪啊 开玩笑的 我可没看出来你开玩笑 第一次见面 就不说我明显见老吗 我又不可能越来越年轻 现在只能见老 以后真老了怎么办 小伙子啊 真老了没人要那天 你就对我不有二心了 道实话 除了我 还有谁愿意上你 我为什么非得找人上 上来只上别人 谁我那时候还硬了起来 我 等一下 你说什么 我说我就是老了也用不着你 不是这样 前面的 到底要问什么 你说 你只上过别人 那你跟我的时候 是不是 只有我干过你了 可真有脸说 你那是强奸好不好 是不是只有我干过你 这么说 我可是你第一个男人 放屁 我十六岁的时候就睡过人了 怎么也轮不到你是第一个 但是有谁插进去过这儿 只有我吧 只有我吧 赶紧起来吧 第二天早上 袁阳联系了银行 确定了星期一早上 一上班就放贷 俩人一同去了企业家联会的办公室 秘书长执行会长和袁立江早就到了 执行会长将代表联会跟袁阳签订了合同 太好了 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件事肯定就没戏了 那是当然 你第一时间上哪找人给你担保去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做这样的事 我也没想到 你没后悔了 都签合同了 后悔我了 说老实话 你后悔吗 不后 我做事一项破 你看看袋子里的文件 什么东西啊 看看 我全转让输 转给我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项目 本来就打算送给你的 有了这个 你就是第一大股东 以后你面对我爸的时候 心情会好一点吧 你不用这么做的 我想这样大概能让你解气 你能不能原谅我爸做过的事情 你爸是你爸 你是你 我真的不需要这些 说着吧 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了 你把你自己给我就行了 你可比以前精明多了 绕来绕去 不还是你的 都是跟你学的 怎么了 啊 我爸让我带你回去一趟 回家 我说过 除非有一天带你回去 否则我不会回家 啊 那我们快走吧 坐吧 嗯 我要恭喜你们呢 真的弄出钱来了 是他帮了我 你拿到这些股份 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了 两年多了 这是我们父子俩第一次合作吧 这次没有互相拆台 是你想通了 还是 顾青培让你想通了 是他回来了 哎 袁阳啊 撇开一切不说 你有没有觉得亏对父母 爸 妈 我是对不起你们 但是 但是是你先做错的事 没有你那一手 我和顾青培 怎么会浪费两年的时间 其实两年前 看到你那个样子 我就已经后悔了 我曾经想过 如果分开这段时间 你们还是断不了 我就 我就不管你们了 顾青培 你们当初在一起 我不同意 除了你是个男的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你对袁阳 不会有真心 以你顾青培的手腕 也说是以前了 就是现在 袁阳也未必能比你精力 但是这次 你愿意拿出全部身价 给他做担保 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我 我就说这么多吧 我也不留你们吃饭了 反正我就这个态度 你们自己的日子 自己好好过 但是袁阳啊 你不能不回家 这几年你妈为了你 真是操透了心 起来吧 这个星期六 我回家吃饭 顾青培 嗯 你进屋之后 一句话都没有说 有什么要说的吗 院头要说什么 我想先听听你的 我有两句话 第一句 我和袁阳会好好过 第二句 我接受你的道歉 好 真好 顾青培和袁阳对视一眼 转身离开了 他们从屋里出来到坐车离开 一直沉默着 直到袁阳突然调转方向盘 把车停在了路边 顾青培转过头 他能清楚地看到 袁阳胸膛起伏的幅度有些大 这是个不错的开端 应该高兴点 我知道 谢谢你和我排一个台阶下 应该的 你爸都同意把你给我了 以后每个星期 陪我回一次家行吗 行啊 为什么不行 我也要陪你回家 好啊 我平时一个月回去一次 那我们过两天就回去吧 让他们见见我 不是早见过了吗 有什么星期呢 那不一样 这次啊是正式的 这次就当提亲了 提亲呢 我没瞎说 我呀要让你周围所有人都知道 咱们俩是一对 你是有主的 别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了 那至少你自己心里得知道 你是有主的 知道了 你有主的 谁也不能碰 哦 我有吗 有 你脑门子上就写着啊 我是原阳的人 我看你还是那么幼稚 好了 回家吧 这好像不是回家的路啊 去哪啊 去以前的房子 那房子 你还看着 搬回那住吧 我喜欢住哪 好啊 两人搬完了家 原阳便开始闹着 马上要去看望顾清陪的父母 这让顾清陪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还记得半年前 自己信誓旦旦的说 跟原阳根本没有可能 不过 转眼 却把人带回了家 爸 妈 清陪 你怎么回来了 哎呀 这不是 原阳吗 伯父 伯父 伯母 咱们两年多门些了 时间 其实也不算长啊 怎么感觉你变了好多呢 一看就成熟了不少 确实 以前看着 还像没毕业的学生 现在看着 就是个大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事儿 好事儿 爸 妈 你们一直想我带一个人回来 今天我带回来了 以前的事情 你们也别问了 反正 从现在开始 我和原阳想认真的过 好啊 好啊 认真的过就好啊 妈一直盼着你很安定下来 身边有个人照应着 这多好啊 爸妈 孩子的问题 我们也想和你们商量商量 怎么说 两年之内 我给你们弄个孙子或者孙女 原阳这边啊 也打算要个孩子 不过他年纪小 过几年再养 没问题 有一个就行 你工作忙 我们带 哈哈哈哈 小二老放心 当天晚上 顾清培的母亲 做了一大桌子的家常菜 顾清培好久没尝自己亲妈的手艺 吃了不少 而原阳的心思 却没在美食上 全都花在讨好丈母娘上了 妈 吃完了 我们去酒店睡吧 哎呀 去酒店干嘛呢 住家里不得了吗 客房不是堆了东西吗 睡你房间呢 那么大的床 那 你怎么说 当然住家里了 当然住家里了 不我们都这么说了 你一点也不客气啊 让你住你就住 我真没想到 我爸妈真的挺看你 走了你 今天这么住都 不知道 可能今晚水鱼吃多了 你今天不太多酱啊 平时不这样啊 平时怎么样 平时你不最爱假正经啊 你连假正经的样子都喜欢 你知道吧 每次看你一本正经教育的样子 我就只想把你扒光了 你小子 我觉得我假正经 比你真流氓好一点 所以啊 咱俩绝配 我 是太高兴了 我没想到我爸妈这么理解我 这么容易就接触你 所以我 我太高兴了 我知道 我也高兴坏了 你高兴了 这么多年了 一直让他们造型 我心特别难受 现在好了 你不就稳了吗 我除了不会生孩子 其他都会 二老啊 应该满足了 傻小子 月阳 我们这次在一起 对你来说 有特别意义 有 你是我媳妇 你呢 我哪儿也不去了 废话 你再敢跑 我真打到您腿了 你放心吧 这一会 这一会 只要你不犯婚 我陪你走到地 关了什么事啊 睡觉吧 有一天 我看你其实挺精神的 要不 咱们运动运动 别 明天还要去公司呢 吓唬吓唬吓唬你啊 庄晚 别背对着我 嗯 睡觉 你要乐意 就睡到中午了 挣钱养家这么烦然的事 交给我就行了 怎么 不相信我 相信 只是我还没退休呢 十年之后啊 你叫我干我都不干 到时候啊 就指望你养活我了 哼 养你一辈子有什么问题啊 哼 我的小脑狗 真的长大 你整个眼睛了 跟我收拾你 你小子 想做就直说 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生命足迹 步步与你结伴 多少次笑中的泪 已灰成了海洋 装进记忆行囊 这应该就叫人生吧 来不及爆料又变了个样 多少次在泪中的响 这样做的时光 梦中有回味 又不惊讶感叹 在匆匆人生的河流上 爱与悲爱不知不觉便 只成了一张网 就算难免有心伤 不要你唱 因为我心甘情愿与你纠缠 今生今世 今成到夜晚 一直到生命之中人散 你和我沿着匆匆 人生的河流上 爱与悲爱不知不觉便 只成了一张网 就算命运中的浪 冲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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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冲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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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父母 持夢 哎呀 怎麼剛吃完就走呢 多坐一會兒吧 我還有話沒說呢 媽 改天吧 顧父 阿芬廷滿 爸 我回頭再跟你解釋 解釋什麼呀 這不是你男朋友嗎 我早說過 你可以帶回來 我又不會把你張開 請你加油 別想說 我介紹一下啊 這個是袁陽的弟弟 十三歲 叫袁靖 這個是最小的妹妹 十歲 叫袁英 你們好 武警來 反夜 這是顧總嗎 是的 顧總您好 顧總真是一表年才 年輕有為 必將經常跟我夸人 不敢當 上車吧 去我家吃個飯 王靖 阿策 王靖 阿策 可真是如雷灌耳 幸福幸福 哎 顧總客氣了 顧總真是一表人才啊 哈哈哈哈 這位是 哦 王策 蓬芳 李逍遙 看哪個美女 那我也欣賞她 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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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 不是 到底看什麼呢 你 看個人 誰啊 趙元 時夢 你是我見過最貼心的男人了 可惜 你不喜歡女人 誰說的 我就很喜歡你 鴛鴦帝妹 雲克追 哥哥 哈哈 別往生破了 哥哥 你的傷怎麼樣了 沒事 別擔心 哥 你打架從來不輸的 是 你是不是缺乏鍛鍊了 扯淡 對方人多 別損入你這場 小鴨子 羊仔緊張 我頭有點暈 可能今天的酒不好 哦 那我讓你喝點好酒啊 酷勤你就不暈了 謝謝小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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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劉小鴨 叫我小劉就行了 早知道會遇到朋友 過去化個妝再出來了 真是的 劉小姐這樣 已經很漂亮了 張霞 晚腰 你好啊 顧總你好 真是沒想到您來這麼早 我習慣早起 沒給你們添麻煩吧 怎麼會呢 顧總啊 我帶您去辦公室吧 袁揚 東東 我讓小鴨帶我去 一起睡 抱著你 你一定要抱點東西才能睡 我要讓你時刻一日到 我能對你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那我要酸 給我柔育了 來 給你柔柔 顧欽陪 多多 你爸是我大老闆 怪罪下來還不是我導演 你就會認識你 你就不擔心我啊 看你挺清醒的 應該沒事 那我已經該死了 直熟了 唐白 火焰痘痘 總製作 多多 不停 你得死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